各位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度收看操盘高手 我是高宪荣 您现在收看的节目 是我们在4月24号 跟大家所做的专业台股报告 提供大家最专业的解盘分析 希望对您的操作能够有所帮助 也期待能够跟您一起来 征服股海共创双赢 好 那我们来看到台北股市 大盘指数的部分 今天很多人很纳闷 没有什么消息面的利空 国际股市表现也都还好 道琼昨天不过小跌个14点而已 今天陆股大涨60点 香港涨了300多点 日本涨了190点 怎么只有台北股市指数今天是这样 开盘还好 小跌是6点开出之后 一度的急杀 盘中大跌156点 收盘重挫117点 收在10579的位置 短短三个交易日 上个礼拜四的时候 还有10900多 这个地方快要到11000了 短短三个交易日 大盘已经跌掉了400点的幅度 那为什么会这样跌呢 这个部分各位投资朋友就会了解 为什么在两个礼拜前 再三的苦口婆心的提醒大家要小心啊 对不对 还记得4月11号 那天大盘指数高点11016 收盘10974 看起来很多人都说不会跌不用怕继续买股票 很多人告诉你会有520行情赶快抢买了就会赚涨停 我说的是什么 我说的是从筹码面 这是融资 这是融券 这是外资 如果看得懂技术分析的会知道 这个地方嘎空过后 已经即将反手杀多了 而且我也特别提醒大家小心 接下来行情不跌则已会一跌惊人啊 所以操作务必 这里针对大户出货转弱软号个股 在停卷期陆续结束之后 我们空军开始要大举出发了 对不对 4月13号也再三的提醒大家 看起来行情不会跌吗 我说山雨欲来丰满楼 要跌之前 已经有出现三大警讯 守护这个低际的散户交易人 人数大增 对不对 融资余额已经突破了11270那天的高点 而外资旗指选择权同步在大卖 台币爆量在回扁 这些董契书分析的就知道 这个行情再三叮铃大家 嘎空过后 中期回档已经即将开始 所以我建议 3月12号的时候 我说空军要暂停起飞 避开龙卷强制回补 我不是那种天天叫人家放空 空个不停的死空头 可是现在呢 一个月过后了 停卷高峰已过 空军该是陆续起飞的时刻了 所以还记得当时我这样讲的时候 有些投资朋友听了还蛮不高兴的 觉得这个县荣老师 为什么总是要唱衰大盘 那现在台北股市突如其来 这样下下来 跌了400点 而且指数跌400点 好多股票是这样杀声隆隆 很多人这400点跌个三天下来 赔个几万的 赔个几十万的 赔个上百万的 我看到都比比皆是 那其实在这地方我只能说 陷荣老师当时真的不是要唱衰大盘 只是证明了 陷荣老师真的看到一些讯号的时候 我在提醒大家 一定要小心风险 所以我当时都再生提醒 风险意识一定要有 保守的投资朋友不想放空 你也请多保留一点现金在手上 免得每次中期回挡下来就受了重伤 每次中期回挡跌到最后 底部真的出现 我要叫大家拼大的时候 你已经没钱可以拼了 对不对 也再三提醒大家 积极的投资朋友 跟着我们一起来空军起飞 一样能够赚到钱 对不对 好那现在又再度证明 我常说的 股市不是辩论比赛 结果会证明谁是胜利的一方 谁是正确的一方 只是现在又证明 现龙老师是对的时候 我不希望你只是说 现龙老师真的又对了 可是你自己却哀鸿受到伤 对不对 或是现在才想来追杀追空 我希望其实你已经跟着我们的脚步 一起来放空赚钱了 第二个也再度证明 当然现龙老师在我们网站上面 也教着超盘级技术分析 线上的教学 教你怎么样运用技术分析 去掌握到指数转折的 必学关键密码 光学会这一堂课 去想一想 能够在4月13号 对不对 看到大盘的警讯 知道山旅欲来丰满楼 知道嘎空过后 中期回档即将要开始了 对不对 那时候指数 还有一万一千点附近 可以跑 对不对 可以空 现在大盘这样狂杀下来 光这一段价值多少 自己去想一想 也证明现龙老师 教大家的技术分析 是真的能够去帮你预测好 大盘个股股价的未来的 好那回来继续谈 那当然指数现在杀下来 跌到年线附近 短线上大家都猜 会有一个反弹 大家看到有政府基金在护盘 那接下来大盘呢 真的能够撑得住吗 我只提醒大家 那上次大盘杀到年线的时候 发生了什么事 崩跌500多点那天 大盘的融资减了七百 这个七十几亿 对不对 融资大减才是关键 散户的符合赶快清出来 就行情才能够强作一个弹生 对不对 那现在的融资在高档 如果杀下来融资不减 那会怎样 我只提醒 如果说这个融资居高不下 持续在高档 就算有反弹 还是要找卖点 行情接下来会跌到哪里去 持续其实我之前都再三跟大家提醒过了 对不对 每次大盘如果有中期回档 最常出现就是在 嘎完空融券强制回补之后 中期回档的开始 嘎完空反手杀多 2011年3月份融券回补了22万张 4月份指数间到90999高点 接下来开始下沙 跌到6609跌到10年线 跌了2600点 跌到10年线才只跌 过了一年2012年3月份 融券又回补了25万张 指数那一个月已经见到8170高点 短短3456 三四个月的时间 指数就回跌了1500点 又是跌到哪里 跌到10年线附近才又只跌上来 对不对 那三年前台北股市 10014高点出现之前 也是一样融券强制回补 三月份融券少了26万张之后 嘎完空 反手杀多 从10014 杀了2800点 杀到7000多点 杀到10年线才来做止跌 那这一次呢 会不会历史再度重演 三月份融券减了27万张 这波股市多头 已经涨了33个月 4000点的行情 会不会这地方又来一个10年线 我不敢说一定会来 但是我只提醒大家 真的风险意识一定要有 所以这里我都跟大家再三提醒 4月12号就跟大家讲过 3月12号我说空军暂停起飞 避开强制回补 接下来呢 停卷高峰已过了 空军可以开始陆续起飞了 这个行情我认为大盘 接下来很有可能才是刚刚 这个跌势开始而已 如果融资没有大减的话 任何反弹都还是要找卖点 找空点的 那当然你说那这种状况之下 难道这地方做多不行吗 他只能做放空吗 还是一句话 巴菲特都提醒大家 就连波克夏这么好的公司 也曾经股价大跌崩跌过 这就是说明了 富潮之下无完卵 股市你千万再记得 要在股市当中 长长久久能够去赚到钱 不要只会永远只当个死多头 只会买股票 只会做多 孙子兵法在虚实篇当中提到 兵无常事水无常行 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 未知神 对不对 股市如战场 你要用兵如神 你不能够只有一套战法 永远只会买股票买股票 口口买 对不对 兵无常事水无常行 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 未知神 古代的长城军 都会看敌方的一个变化 来想办法 因应这个来做取胜 做股票 你更要去看懂趋势 对不对 能够去做出正确的决策出来 所以极品操盘团队的使命跟责任 就是在帮助每一个会员朋友 精准的掌握行情趋势 该做多时我们全力做多 行情不对 我们也懂得空军起飞 当然很多人说难就难在这里 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做多 什么时候该做空 更惨的是 有些人可能行情到了高档 才在拼命做多 等杀到第一档了 才开始翻空 自己去乱追杀追空 结果追高杀低 结果赔得更惨 所以我说与其这样子 你不如想要省一点小钱 结果都赔了大钱出去 不如干脆花一点小钱 来加入宪隆老师亲自代理的 极品操盘团队 让你能够花一点小钱 却有一个专业的团队来帮助你 帮助你在股市当中 能够反败为胜 能够赚到大钱回来 你可以看到宪隆老师是怎么样 帮助会员朋友去掌握行情的趋势 该做多时我们全力做多 该放空我们也懂得空军起飞 三年前台北股市 那天最高来到10014高点 这是那时候我写给会员朋友的 分析日记 写得很清楚 对不对 告诉大家这两天 除了部分股票 开始陆续获利了结之外 也开始新增空单部位 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看到大盘 在做回档的讯号出现了 会回到哪里 当时我都已经预告 最坏状况可能会跌到哪里 10年线7000多点 对不对 所以都建议会员朋友 多保留一点现金在手上 留反弹布局空单 对不对 这是当时我们建议会员朋友 行情不对了 空军起飞 等到大盘真的跌到7000多点 跌到10年线了 哇这时候呢 我说国际股市利空顿化 台北股市准备进入初升段 对不对 还在观望的会员朋友 多头火速归队 趁着支柱 还在10年线附近 7000多点的时候拼大的 我们就从7000多一路的拼上来 对不对 8000多的时候 我也已经跟所有会员朋友预告 长线波浪结构来看 目前处在第三波主升段了 那时候指数在多少 8500点 那天还中错179点 因为端午节放假的时候 欧美股市大跌 我们补跌 那我说这种状况 台北股市长线目标 上看10425没有改变 好股票当然趁着搭盘拉回 要怎样 站在买方嘛 对不对 所以县荣老师就从7000多 8000多 一直到了这个地方 9000点了 川普当选的美国总统 全球吓到趴了 台北股市那天中错274点 我也跟大家讲 有机会跟英国公投一样 脱欧之后呢 发动了千点行情 所以呢 人气我去继续买 直到台北股市 公到了1万1 我说不怕1万只怕万一 这时候呢 邪恶第五波 别人贪婪的时候 要懂得恐惧 要针对大户出货 转弱讯号出现的电子股 空军起飞 反弹找卖点 找空点 对不对 所以呢 所以那时候 我们在1月份 大盘攻到11270 已经预告超级泡沫 即将破灭 赶快空军起飞 等到真的大盘崩跌下来 2月6号大跌542点 恐慌沙盘再现的时候 我们空军大获全胜了 对不对 这时候才去追杀吗 不要 大盘跌到第一阶段的目标 有机会反弹 穷扣莫追 获利入带 对不对 等到谈上来 好我也跟大家讲 上个月3月份 任何地方要先避开 融卷强制回补 空军战必其风 对不对 我不是那种天天空个不停的人 上个月都有提醒大家 在公司要 很多公司要融卷强制回补的时候 空单先回补 获利入带收回资金 对不对 等到清明节过后 4月9号 各位投资朋友又看到了 指数刚好拉上来 清明节过后 按照计划 从技术面上来看的话 融卷强制回补 高峰期接近尾声之后 嘎完空即将反手杀多了 该是人取我弃 空军起飞的时刻了 所以你看到 宪荣老师 在带会员 我绝对不是像电视上 大部分的投股老师一样 不是死多头永远就只会买股票 不然就死空头 空了两三年了 现在才来说自己大获全胜 宪荣老师是真的在帮助 认真的帮助每一个会员朋友 精准的掌握行情趋势 该做多时全力做多 行情不对 空军起飞 那现在我只能提醒大家 就是昨天跟他讲的 当10750守不住的时候 大盘会先破年限 接下来很有可能测万点 最坏状况 10年线都有可能会来 如果融资余额持续居高不下 外资继续卖 这里大盘千万不要轻忽 中期回挡的风险 所以操作策略针对我所说 有大户出货 有转弱讯号的个股 空军继续来做起飞 我们找的是市值够大 融资够多 高档已经充分反映完利多之后 高档有大户出货 转弱讯号出现的个股 就像之前的创意 当大家在抢搭 所谓挖矿虚拟货币 挖矿商机的时候 我说有大户出货 转弱讯号出来了 所以那时候市价 还有330附近 融券防空空军起飞 等到上个礼拜重挫下来 4月17跌了17块 4月18号跌停板快要30块 这个地方我们已经顺利 赚了六十几万 瘫起来了 对不对 再来包括了金豪科 当大家在说挖矿商机的时候 我说这地方也是一样 有挖大户出货转弱讯号出来 所以呢 所以那时候还有42块多 可以融券放空空军起飞 对不对 昨天杀下来 今天继续跌 已经从多少 42块2空军起飞之后 今天最低杀到38块4了 空个20张就比较低价 空个20张也已经赚了7万多了 再来我们创意已经赚起来了 包括了日滇帽 对不对 这是我们昨天其实有不小心 透露给大家看到 忘了遮起来的股票 被动元件的股票 当大家一窝蜂在抢劲的时候 我说有大呼在出货 有转弱讯号出来了 所以呢 所以在这地方 按照计划 昨天还有79块半附近 可以融券放空 昨天收盘收在80块 今天直接跳空开低杀下来 杀到跌停板72块了 是不是昨天空 今天马上就开始赚钱 空个10张的79块半到72块 这已经赚了多少 7万多块了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当大盘 在这地方连杀三天 我知道很多人都现在是 受伤惨重的时刻 再度证明我所说的 这里真的要赚钱 就是要找这种大户在出货 转弱讯号的个股 当高档已经充分反应完利多之后 开始融券放空 空军起飞 这样才有机会一档接一档赚下去 那如果说认同我们操作理念的投资朋友 甚至你想学 那献榮老师怎么去看懂 这个地方大户在进货手法 出货手法 转强讯号转弱讯号的 也都提醒大家 这个部分在我们极品操盘团队网站上面 提供会员朋友的会员专区 都有技术分析的教学 在希望能够去帮助你成为操盘高手 那如果说认同献榮老师操作理念 大盘在中期回档之下 想要能够去降低风险 更能够像创意像日电貌这样 一档一档找到大户出货 转弱讯号的个股空军起飞 空军召集令支88专案 提醒大家 现在已经开始倒数三天的时间 想把我们的投资朋友 务必待会广告时间 就我们的服务电话 来这个地方跟我们做咨询 休息一下第二阶段 还有更重要的个股内容 马上再回来 运达后步 好 午这儿 好看躺在家啦 学习益达特铺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看到明师为您 及时解盘 也有机会得到标古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头顾APP 货店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头顾高老师 极品操盘团队 入会专线02-2781-0909 2781-0909 现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好那今天大盘再度跌了100多点下来 指数收盘跌了117点 又回到了年限的大关 这时候我知道很多投资者都在期待 哎呀不是说 劳退基金现在要来进场 总共有420亿 要来塑造所谓的520行情吗 那其实我之前就已经提醒 大家过了 小心啊 小心这地方 劳退基金入市的时候 会变成外资出货的对象 这个有图有真相 来看一下 就是上个月底 3月29号写给会员朋友的分析日记 那时候指数在10845 那时候就已经提醒大家 劳退基金入市会变成什么 外资出货的对象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好来各位投资 你去想一想 劳退基金400多亿 你觉得很多吗 其实你来看一看 外资过去这几年买台股 买台股已经买了10年的时间了 总共买了多少 讲起来有点吓人 从2009年的1月份 到今年的1月份 总共这10年下来 已经买了台北股市 买了1.85兆 那不要讲那么久 讲这个2009年的1月 大概指数在4000点附近 那个你说太低了太久了 光从这两年好了 2016年1月份到2018年这个月 这1月份这两年就好 外资也已经买了台股 买了多少6100亿 那现在外资已经开始 这地方卖超了 不要说卖光光了 只要这地方像这里 像这里一样 小卖调节一下 指数就从这地方高档回来 回到10年线 中期回档 外资调节一下 就从10014回到7203 跌到10年线 这地方才止跌 对不对 那现在你说 劳退基金有400亿 跟外资如果开始要撤退 开始来卖超 那不就刚刚好成为 外资出货的对象吗 所以如果说外资在这地方 已经开始撤退 台北股市回到10年线 你说有没有可能 我只能提醒大家 风险意识绝对不能少 所以操作上面还是一样 最好在这里你要赚到钱 不要在每天 像其他投股老师一样 在那边看到谁讲庭 就去乱追一通 到最后受到伤的指挥是你 现在要开始特别小心 其实提醒大家要小心的 绝对不只有我 巴菲特的股东公开信 都已经跟大家讲了 对不对 当这个地方 全市场在疯狂并购的时候 巴菲特找不到可以并购的标定 别人贪婪时要懂得戒胜恐惧 这个时机千万不要借钱买股票 注意风险 即使是波科下这么稳健的公司 也可能大跌啊 对不对 包括了新兴市场教父莫比尔斯 包括了基姆罗杰斯 都在跟大家讲 美股接下来很有可能会大跌 30%到50% 这讲得比我还狠 我说跌到10年线也才20几%而已 对不对 所以这种状况之下 真的我会建议大家想要赚钱 最好的操作策略就是针对我所说 市值够大 融资够多 高档充分反应完利多的股票 大户出货 转弱讯号出来 空军起飞 就像我们之前经电 对不对 当利多频传的时候 股价已经高档反应完毕 大户出货 转弱讯号出来 所以呢 所以61块半附近 融券放空 空军起飞 第二趟 当外资又在点名罕进的时候 我说大户又在出货 转弱讯号出来 所以第二趟 54块2附近 融券放空 空军再度起飞 两趟加起来 这赚了十几万 对不对 那这之前的就不讲 这次创意 对不对 上个月当融券停键期结束之后 我说大户出货 转弱讯号出来了 所以呢 所以那时候 330附近融券放空 杀下来跌到两百多 对不对 顺利的赚起来 空个十张的 赚了六十几万 再来包括日电帽 这也是我们在前天 在昨天 在带会员朋友 开始布局空单 当大家在说 现在日电帽 可以大赚八块钱 现在被动元件 这个有多夯多热在停产了 我说高档报具量出来 大户已经在出货 反手卖超 这时候大户出货 转弱讯号出现 当然我们操作就是 趁着股价还在高档 昨天都还有79块半附近 可以融券放空 收盘收在80块 对不对 今天直接跳空就杀下来 杀到跌停板72块了 跟着我空十张的 这不就也赚了7万多块了吗 所以你会发现到 当大盘在跌下去的时候 其实真的跟着现隆老师 锁定这些有高融资 然后大户在出货 转弱讯号的个股 最有可能在未来 一档一档的多杀多下去 接下来现隆老师 已经帮大家来锁定 锁定现在融资很高 而且也有大户在出货的个股 接下来我们仍然锁定这种个股 未来在多杀多走势 一个一个出现之前 带着会员朋友 要来布局融券空单 空军起飞 认同我们操作理念的投资朋友 提醒大家 三年前我们空在10014高点 三年后空军再度起飞 空军召集令支88专碍 倒数三天 现在加入的话 还可以在极品操盘团队的网站上面 会员专区里头 每天都有现隆老师 所写的分析日记之外 还有包括了现隆老师 云端书柜的电子书 云端教室线上的一个教学课程 每个礼拜还有两次实战教学 教大家什么 就是教你怎么样运用技术分析 掌握指数的转折 币权的关键密码 你运用技术分析 了解对手大户 进货手法转强讯号 让你会买股票 出货手法转弱讯号 让你会卖股票 帮助你有朝一日 都能够成为操盘高手 想把握的投资砲 88专碍倒数三天 休息时间 欢迎来电指名加入 我们的极品操盘团队 一起来征服股海 共创双赢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只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